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24天 改变世界的三种方式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马丁·路德金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变革 1964年 因为在反种族歧视和种族分裂方面 做出卓越贡献 马丁·路德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他是获得该奖项年纪最轻的人 金充满力量 他关于梦想的那篇演讲 让人无法忘怀 金的梦想是 有一天 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 不是按肤色来评价人 而是按品格来评价人的国家 金盼望世界能够被更新 人人都能手拉着手说 我们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神 我们终于自由了 金是一位耶稣的跟随者 他的终极目标是神的国 归根到底 神的国不仅关乎个人悔改信主 这当然很重要 但他更关乎社会更新 箴言十一章 九到十八节 第一 成为国家的祝福 你本人就有巨大的影响力 你不光能影响到自己的家庭 社区 还有可能影响到你所在城市 甚至是你的国家 箴言的作者指出 我们的生活状态 无论好坏 不光关系到自己 也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影响 一方面 一人享福 合成喜乐 正值人的影响 以及神的眷顾和赐福 能让整个城市被高举 另一方面 邪恶人的口会使整个城市倾覆 无智谋 民就败落 你该如何做 要勒住舌头 禁止一切诽谤的言语 更不要在邻居背后 说他的坏话 要努力成为能够保守秘密 值得信赖的人 我们都需要智慧 敬钱之人的建议极具价值 没有智慧的带领 人民就败落 如果谋事众多 人民就安定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智慧人 要多多向他请教 如果没有 你可以向神祷告 求神为你预备满有智慧的朋友 你要努力成为满有恩德 波洒一种的人 若是如此 整个城市 甚至国家 都会得到益处 主啊 请帮助我成为我所在的城市 甚至是国家的祝福 愿我能见证 城市和国家被你改变 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 四章 一到二十六节 第二 拆毁各种藩离 教会应该具有接纳性 因为神的爱 代表巨大的包容和接纳 教会应该以爱闻名 不论人们的性别 种族或生活方式如何 我们都应该欢迎他们 耶稣来到人间 打破了社会中的所有藩离 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 法利赛人一直在暗中 记录耶稣和约翰施洗的人数 他们说 耶稣现在已经比约翰领先一步 想以此挑起 耶稣和约翰之间的竞争 耶稣对竞争和名声 一点也不感兴趣 主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对耶稣来说 去帮助一个撒玛利亚女人 是更重要的事 主耶稣要专门留出时间 来服侍这个女人 特雷莎修女曾说 不要关注人数 一次尽心帮助一个人 从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开始 耶稣通过这次邂逅表明 社会更新的途径之一 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离 第一 拆毁两性间的藩离 在光天化日之下 耶稣和一个女人交谈很长时间 这与当时的文化风俗 极不相符 严格来讲 犹太拉比甚至不应该 在公众场合和女人打招呼 更别提单独和一个女人 促膝常谈了 当门徒回来后 他们就稀奇 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正如约翰斯托德所说 耶稣毫不张扬 与无声处便终结了堕落的咒诅 耶稣修复了女性那缺失的自主权 让她们在神全新的国度中 再次享受造物之初 本就拥有的两性平等 两性之间不应该有战争 就像红衣主教本独十六世指出的 在基督里 凡是破坏两性关系的争竞 敌意 暴力 都是可以被克服的 因为他们已经被征服了 第二 打破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和种族隔离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矛盾 由来已久 撒玛利亚人处于弱势 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少数族裔 在犹太人眼中 撒玛利亚人毫无价值 约翰解释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他们根本不讲话 耶稣不会为迎合主流文化 而妥协真理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 是耶稣主动接近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 通过这次邂逅 耶稣打破了种族歧视 和种族隔离的咒诅 只有推翻种族和民族之间的 偏见和隔阂 社会才能被更新 第三 结束阶层和阶级之间的隔阂 无论你曾经如何 今天怎样 神都爱你 感谢神 祂爱不完美的罪人 通过向撒玛利亚妇人药水喝 耶稣教会我们该如何接近受过伤害 经历破碎的人 不是居高临下 摆出一副施恩的样子 而是谦卑到底 甚至像个乞讨者一般 这女人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 她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婚姻 被自己的族人嘲笑 不耻 为避开众人 她独自一人在中午时分来打水 我没有丈夫 这是一句多么孤独 痛苦 充满罪疚感的独白啊 耶稣不仅是在跟一个妇人说话 更是在与一个罪人交流 这女人的过去不堪一提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耶稣并没有隐瞒真理 但也没有因妇人混乱的生活状态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 而审判 斥责 拒绝她 宗教导师和道德模范 不会和罪人混在一起 通过服侍这位在性生活上 十分混乱的女人 耶稣又一次拆毁了社会的藩离 耶稣的爱超越社会阶层 生活方式 身份地位 她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归根到底 社会更新的力量 来自圣灵 是圣灵 将性别 种族 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 彻底打破 又将合一带到人群中 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 应该站在争取两性 种族 和社会平等的第一线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 全都是围绕着圣灵展开的 这女人不需要学习 有关圣灵的知识 她需要喝下圣灵所赐的活水 耶稣对她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它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耶稣来 满足了我们对被接纳 建立亲密关系 以及找到生命意义而产生的饥渴 我们既然获得了新生命 就要传递新生命 基督徒是滋润他人生命的源泉 社会更新 首先来自圣灵对基督徒的更新 其前提是 引下耶稣为所有信他之人 所赐的生命之水 当圣灵来到我们里面 他就变成了一股 直涌到永生的活水源泉 通过和神建立亲密关系 以及圣灵的工作 我们就渐渐被更新 经文中提到的拜 是指跪下来 在爱里和神越走越近 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神 主啊 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 畅饮你所赐的活水泉源 愿这活水能够从我的心中流淌出去 更新我所有的人际关系 旧约圣经 试诗记 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五节 第三 求神赐下敬虔正直的领袖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且无序的世界里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与试诗记中所描述的状况 没有什么区别 读试诗记会给你带来不小的震撼 因为其中记录了性泛滥 暴力 强奸 屠杀 残暴 和欺骗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在应许之地安家之后 如何一步步失掉原则 最终堕入败偶像和犯罪的深渊的 以色列人不顾神的警戒 与迦南的异教和传统妥协 结果迦南人必做你们泪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神呼召你对罪毫不留情 他不允许你对罪妥协 不是说减少犯罪就好 神希望我们能把污秽的事情连根拔出 以色列人陷入了一个不顺服 被仇敌欺压 在向神呼求的恶性循环中 对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 神的办法是 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伟大的领袖 士师 神使用了各式各样的人 其中很多人完全不具备领袖的气质 但这些人被圣灵充满 他们将神的百姓拯救出来 使社会得以更新 主啊 今天我要呼求你的帮助 请你在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文化中 兴起敬虔领袖 让耶稣的名得荣耀 佩伯的补充 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 有那么多人想见耶稣 但耶稣却偏偏选择去服侍一个极其低微 极其败坏的女人 在耶稣颠覆性的国度里 尊荣被赐给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今日金句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 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真言十一章十三节